陈先生通过微信小程序快团团下单 购买了四瓶陶凤元杨梅芝花了25块9 需要到社区团购的团长家自提 接了小孩回家之后 然后让他喝了嘛 他一开始喝两口说 里面有点就软软的 然后嘴巴我还让他张开来看我 确实有像果冻状的东西 当时以为这个是这种结晶果糖 后面我就把它喝掉 喝完之后我就想用这个杯子 装点东西这样的 然后当时就那天晚上把封盖纸切开了 切开之后之后 然后里面有几个黑点 陈先生提供的照片显示 杨梅芝封盖纸上有黑色的物质 杯子里也有 这款产品的配料是蓝锡杨梅 纯净水 结晶果糖 保质期180天 生产日期是今年5月17号 没有过期 储存条件是0到8度冷藏 避免阳光直射 陈先生说 东西一直放在冰箱里 之前团长也是冷藏保存的 现在黑色物质已经干掉了 他这个东西应该是可能是变质 就里面黏黏黏黏的了 我当时用手一抹黏黏黏黏黏 当然就感觉很恶心 其实后面 然后到第三天早上 我是开始拉肚子 然后拉两天 但我是也没去让看 就吃了一下克力沙 小朋友呢 小朋友倒没事 陈先生又打开了其中一瓶 没有发现类似问题 目前平台方已经退款了 陈先生表示 他希望厂家或者销售方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来赔偿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平台后 客服表示 售后由团长处理 于是陈先生带记者来到团长家 让他们当时也去联系了生产商 然后的话也跟 因为这个团不是我一个人在做 也是整个航装队 很多团长在做 但他们也是联系了一下 问一下有没有其他人 也反映过这种情况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整个生产量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本来也是五天加的 他说有可能就是说 在拿到手之后 没有放冰箱 也可能会产生什么沉淀物什么 也不是说一定要赔偿一千块钱 那么你们最起码 太入手不好一点 是不是 态度怎么了 当天 当天我就跟团长联系了吧 对 后面他们一直叫团长来跟我联系 根本我平台上也反应了 根本你们比如说 你们当时公司 比如说跟我直接对接一下 联系一下 是不是 那你最起码你这个东西 你们也不确定是什么东西 你们为什么不过来一下 找个机构稍微检测一下 快团团是团购聚合平台 陈先生购买的这批团购 是杭州雕道家负责的 肖团长拨打了对接人的微信语音 对方没有接 后来发来一段文字 说我待会儿到公司 问下客服部给答复吧 后来记者收到了杭州雕道家方面的回复 厂家的回复是 杨梅汁氧化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杨梅汁 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如果没有及时冷藏保存的话 它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氧化 氧化就变黑了 当时我们也第一时间说 让厂家出一个解释函嘛 一般我们以前遇到这种问题 有的厂家会配合我们 就是盖一个工章出个解释函 但是这个厂家我们联系了 他说因为他们品牌比较大 我们量还比较小 估计没有说服力 他们的回复就是说输不了 然后我们平台也是为了客户第一嘛 当时客户主管也承诺 先退款处理 公司在额外补偿三倍金额 这是我们自己平台的售后规则嘛 就是商品是要 肯定要退回来 我们既可以厂家去检测 然后他要一千元补偿的话 也先补偿给他 反正厂家肯定不给了 他说卖这么久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 陶凤元杨梅芝的厂家 是蓝锡凤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帮忙反映了相关情况 他从哪个渠道买的 我们也有我们的流程 我们不能跳过我们的渠道去直接处理 他们渠道也不能直接 跳过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块的话 就是一块块往上诉 客服记录了陈先生和记者联系方式 表示会调查处理 要不要把黄青眼记住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